内卷这个词,相信是今年最初劝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都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原本以为内卷只针对个人,但没想到,原本用来让大家打发时光的电视剧,最近似乎也开始内卷了,近期。 有两部大家非常期待的电视剧开宣布杀青,一部是迪丽热巴和龚俊的《安乐传》,一部是邓伦和妮妮的《夜旅人》,两部都是目前顶流合作的,邓伦因为和杨子合作,古装剧而爆红出圈,不得不说,邓伦的爆红离不开杨子的功劳,但因为双方粉丝的缘故,邓伦和杨子的关系还是受到点影响。 之后,邓伦频繁参加综艺,作为爆红剧的演员,最重要的是,要有继续爆红出圈的作品,才能站稳脚跟。 跟李线一样,脱离了杨子后,邓伦都没有太出圈的作品,在几个月前,大家还在讨论邓伦为什么一直接拍综艺节目赚钱的邓伦,原来邓伦是在等待适合他出演的角色,自从7月20日在横电进组以来,终于迎来了这部电视剧的杀青。 从整部电视剧来看,用奇幻爱情电视剧来形容非常贴切,但是也不完全和偶像剧一样。 邓伦在里面用12套服装演绎现代穿越民国的戏码,在杀青预告中又充满了文艺气息。 虽然预告的好坏一半决定了未来的收视率,但还是在现在CP至上的娱乐圈中,还要看邓伦和妮妮的甜蜜,电视剧《夜旅人》根据著名的同名小说改编。 这本小说文笔清新,厚静十足,是无数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一个是温柔儒雅的老派民国绅士,一个是大胆果敢的女法衣,一句今晚的月色很美。 宗小姐让无数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邓伦在剧中饰演温文儒雅的民国律师盛青让,而妮妮则饰演在一场意外中,穿越到民国时代的现代女法衣宗英,二哥人跨越时空相恋,从意外相遇到指手相遇,两人经历了无数挫折坎坷,也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情感。 看到这些剧情,大家都是不是很期待,而目前,夜旅人宣布杀青了,妮妮,邓伦也在深夜发文告别,字里行间皆是真情流露,对待自己的角色永远那么认真温暖,认真演好每一部戏。 当时,邓伦在社交平台的发文,字里行间都是不舍,甚至有些许伤感。 他称自己从明天起,不会再梳起油头,不会再戴上怀表,不会再穿上西装三件套,而妮妮晒出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本人确实是非常的开心了。 这几个月在剧组中两个人的路透照片曝光之后,就已经非常的有看点了。 看到邓伦和妮妮的发文,希望该剧早日与大家见面,似乎看到了爆款电视剧的出现,安乐传的官方也不甘落后,在夜旅人官宣杀青不久,也宣布杀青,安乐传的领衔主演迪丽热巴,龚俊,刘雨宁。 在阵容是还胜过夜旅人,不同的是,安乐传是一部古装虐恋网剧。 该剧改编自小说《帝皇叔》主要讲述了近南安乐寨大当家人安乐与太子寒夜之间,虐心又感人的爱情故事。 安乐传也是在今年7月20日举行了开机仪式。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安乐寨大当家人安乐与太子寒夜之间的爱情故事,剧情跟王一博,赵丽颖演的尤斐很相似。 虽然今年几乎所有上映的古装填宠都是类似的套路,但很受广大年轻观众的喜爱。 和夜旅人一样,主演的身高也是内卷的严重,邓伦的官方身高是184,宁宁是170,安乐传的主演的身高分别是迪丽热巴1米68, 龚骏1米86,刘雨宁1米89,丝毫不输夜旅人,三大主演都是大长腿, 1米68的迪丽热巴站在他们中间都显得矮了一个头。 如今,历时四个多月的拍摄,安乐传也和夜旅一起宣布杀青, 几位主演也纷纷发文庆祝安乐传杀青,官方还放出了杀青特辑, 有一丝夜旅人的味道。 从官方放出的杀青特辑中,我们也能看到几位主演颜值爆表, 男的英俊帅气,女的红衣显贵。 在宣布杀青后,主演们也一起参加了庆功宴, 晚宴的各种路透相继流出,可以看到大家的状态都各不相同, 但是整个氛围却是其乐融融的。 在庆功宴中,龚俊直接暴露了自己单饭人的身份, 在路透中能够看出,龚俊一直都在专心致志地吃饭。 有内部人员爆料,刘宇宁和龚俊一桌吃饭, 刘宇宁正在和别人说话,一回头,龚俊已经快把菜都吃光了, 看来真的是很合胃口了。 这次的两部剧同时开拍同时杀青,不由得让我们想到, 内卷太严重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哦。 就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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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融